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怕打扰到她 更怕得到的回复是魏无羡的无事 她想起了魏无羡那急急忙忙将她藏起来的样子 想起了她听到的魏妈妈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熟悉熟悉 以后就习惯了 她知道魏妈妈说的是那个叫Andy的女孩 虽然她没有看清那女孩长什么样子 可是那一定是一个活泼可爱 讨人喜欢的 不像她 魏无羡一定是喜欢那样的吧 虽然她知道魏无羡的取消 不至于真怀疑魏无羡跟Andy会有什么 但是却突然少了一些自信 不然 为什么魏无羡对谁都笑得那样好看 对她却总是会有点不愉快呢 是不是真的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魏无羡根本对她没那个意思 还是昨天的事情是她产生的幻觉 蓝忘机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想象力这么丰富过 也从没有觉得时间这样难熬 手机在手心都捂得潮湿了 可是要等的人还是没有音讯 她就这样水深火热的过了一天 恕不知身边的人也过得提心吊胆 人不顺心的时候 看什么事情都不对劲 今天整层办公楼都弥漫着一种风雨越来的气息 尤其是一靠近总裁办公室 那种低气压就让人喘不过气起来 开会的时候 有好几个人的方案 都被蓝忘机毫不留情的劈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蓝忘机虽然平时要求严格 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留情面 看着有年轻的女孩子 被吓出了眼泪 沉迷书也爱莫能助 实际上 她心里也在打着鼓 难道是因为自己打小报告的事情 让蓝忘机发现了 她拿文件给蓝忘机签字时 蓝忘机看着那文件微微出神 半天没有说话 沉迷书就紧张起来 蓝总 其实昨天 蓝忘机猛然抬头 她对昨天两个字异常敏感 沉迷书后面的话被吓了回去 背上都渗出汗来 蓝忘机盯着她瞧了两眼 突然说 我昨天喝醉了吗 沉迷书愣了一下 才道 没有啊 嗯 蓝忘机点了下头 将文件签好 递给她 沉迷书一头雾水地走出去 不明白自家主子到底是怎么了 不过看起来 她打小报告的事情没有被揭穿 这也让她小小的松了一口气 晚上十点 电视里放着某个综艺 但是蓝忘机丝毫没有留意播了些什么 电视机的光映在她的脸上 让她的脸色看起来十分难看 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度了好几个来回 最终将目光落在被她丢到一旁的手机上 当小洛看到来电号码是蓝忘机时 紧张得手都发抖了 蓝 蓝总 你好 亏她还喊了人家很多次蓝哥哥 自从知道蓝忘机就是她的老板以后 小洛那些小殷勤 立刻变成了无上的敬畏 听到那声蓝总 蓝忘机也有些不适应 不过她也没有纠正 想了想问 这几天在公司还习惯吗 小洛听了表哥的话 已经基本相信了 魏无羡和蓝忘机没有那种关系 对于曾经误叫蓝忘机为表嫂的行为 现在想想 都觉得一阵害怕 蓝总 你有什么事吗 小洛小心翼翼的问 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蓝忘机觉得 还是之前那个大大咧咧 叫他蓝哥哥的小伙子更可爱 没事 如果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我说 小洛看了看表 大老板在十二点打电话 来关心他工作是不是适应 如果不是老板太爱工作 就是另有闲击啊 正当他挖空心思在小蓝忘机这是什么意思时 蓝忘机突然又说了一句 家里人都还好吧 小洛脑中灵光一现 家里人 好像是一有所指啊 小洛八卦的心又开始沸腾了 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呐喊 蓝哥的话不可信 这两人 绝对有猫腻 不过蓝忘机为什么要问他 小洛脑子转了几个弯也没有弄明白 最后只能含含呼呼回回答 好 好着呢 蓝忘机挂了电话 走去餐厅倒了一杯水 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才觉得心里松快了些 一个小时后 蓝忘机的电话终于响了起来 他看到魏英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烁着 突然觉得眼眶有点发散 魏英 边走边打电话的魏无羡 突然停住了脚步 语气有些迟疑 你 你怎么了 魏无羡传传过来的声音 有些不太真实 蓝忘机握紧了手机 吻声吻气的说 没事 蓝忘机其实想问他 为什么一直没有跟自己联系 可是一听到魏无羡的声音 就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 哦 说实话 魏无羡也有点紧张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两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说话 像是一场博弈 你找我 你在哪 两人同时出声 然后都忍不住轻笑了起来 这一笑 魏无羡就觉得轻松多了 我在外地呢 今天非常途 魏无羡朝前面的几人 做了一个手势 让他们先走 自己则拖着箱子 慢悠悠的落后了几步 蓝忘机听到了箱子 在地上滚动的声音 那声音像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 抚平了他这一天一晚的焦躁 踩下飞机吗 他调整了一个坐姿 无意识地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 累不累 嗯 累死了 这个时候下班倒是常有的事 不过今天可是忙了一整天 能不累吗 听到魏无羡拖长了的尾音 蓝忘机就想到 他微微皱着眉瞧着自己的样子 那长长的眼尾带着钩子 勾得他的心恨不得立刻飞到魏无羡的身边 魏英 蓝忘机轻轻唤了一声 像是叹息一般 这时 魏无羡他们喊的车子已经到了 将眼离在不远处向他招手 魏无羡不好让人等太久 只好对蓝忘机说 好了 我要上车了 再联系 嗯 早点休息 蓝忘机说 说是早点休息 可是魏无羡刚洗完澡 又收到了蓝忘机的微信 睡了吗 魏无羡笑了一下 倒在床上 给他发了一条语音 没呢 你在干嘛呢 蓝忘机想说在想你 可是话到嘴边又变成了 准备睡觉了 魏无羡觉得这人有点话题终结者的前置 但是他看看时间 确实也比较晚了 就发了个晚安的表情包过去 可是过了一会 手机又亮了起来 魏无羡都快睡着了 眼睛睁开一条缝 看到蓝忘机的消息 再次发了过来 魏英 想你 魏无羡看着看着 趴在被子上笑了起来 蓝忘机这人 可真是矫情啊 可是他好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